6月17號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 進行了超過6小時的閉門會談 會面結束後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說 國務卿蓬佩奧在會談中 強調了美國政府維護美國利益的決心 提出美中兩國在商業貿易、國家安全 外交等各方面都需要全面對等互惠的交易 蓬佩奧還強調了 在對抗中共肺炎疫情方面 需要雙方都完全透明的分享訊息 中共在新華網上的聲明則宣稱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 國際與地區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雙方充分闡明了各自的立場 是一次建設性的對話 中共外交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雙方會談提到了台灣、香港和新疆問題 是要買美國有關產品 不過挑出中美貿易以外的 包括對臺關係、香港局勢 新疆維吾爾政體 現在美方還是強勢出擊 沒有退讓餘地 看來中共方面也沒有什麼有效反擊處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陳奎德博士則表示 楊潔篪此次登門拜訪 會有向美國求饒的意味 他恐怕想試探一下 知道希望不大 還是想試探一下 有沒有最後的妥協的路 包括充分地滿足美國方面的貿易協定 以此做一些交易條件 我可以在這方面上不疑 那方面是不是也能夠鬆一鬆 就是關於制裁香港、制裁中共的高層 包括到了常委這一季 這個是不是站緩一緩 但是看來提到了鐵板 美國方面現在根本不可能有回權的餘地 新華社隨後發布消息稱 18號開始舉行的中共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 將審議港版國安法草案 但新華社的報導中 並沒有列出港版國安法草案的具體條文 人大常委會是不是六月份能夠全面把港版國安法 審議跟通過可能有點變數 要看美國下一步 比如說會不會有新的制裁出事宣布 這個制裁出事是不是包括 今一部制裁有關的官員 現在第一波韓正跟汪洋是榜上有名 下一步會不會有更爆加性的制裁出事 現在美國是保留一手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則認為 在推動《香港國安法》方面 中共現在是騎虎難下 我理解這意味著中共對這次會談 它有所期待的 可能是希望拿著利益交換 來去換取美方在疫情追責和香港問題上 相對低調的放過 但是從談判的結果來看 利誘和這種欺騙都沒有成功 所以它就選擇一條大阻大飛 同一天 美國川普總統簽署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譴責中共在新疆設立集中營 要求對迫害少數民族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 現在西方已經整合起來了 本來聲音還有強有弱的 比較雜一些 現在完全整合起來了 是反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件只是一個開始 整個的中共這一段大的 非常高速的往下跌落 走下坡路 甚至要到非常危險的境地 所以這一次談判破裂 對於北京來說是加快了 它現在對它來說是非常險惡的處境 17號當天 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英國的外交部長和歐盟高級代表 就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發表聲明 敦促北京重新考慮這一決定 聲明指出 中共此舉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也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原則下的國際承諾 《港版國安法》嚴重損害一國兩制 和香港的高度自知 視頻中文民族 完全不符合 和香港的高度自知 在大前方完成 壓力海洞